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说 你看好莱坞在学我 香港影台跟风的也很多 我也是当中的一个 我是他的灵魂关注我身上的一种结果 这是我的小历史 有时我会花我自己的时间来写 那种的缘分 你一个导演的本心 他制作一剧不是只要制作一剧 他把他的生命放进去 经过四十几年的岁月 我们是师徒的感情 好好地干啊 每次最后一句话就好好的干 他就说 一个人一定要有个目标 你有那个目标呢 不管你做不做得到 你都要朝那个目标去 人生要活得精彩 他就是个武侠 我发现了他 神经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